我來唱… 你們快過來幫忙 不是,你這麼老 命運就算顛沛流離 命運就算複絕離奇 你們搞什麼? 為什麼芳芳喝得這麼醉? 誰知道我們早就約了Michael和Emma 在Hidegger回來就出來玩 誰知道芳芳這麼差 我們坐下半個啤酒還沒喝完 他就貓了,裝著麥克風爆到現在 我整晚一首歌都沒唱過 你們不先找兩個男人送他回去? 不是急找我來 不是打算叫我送他回家嗎? 我怎麼知道我喝了一瓶 你們兩個呢? 但我這些我還沒吃過 我不行,我哪有力氣方芳 來,遲到,你喝 好…別玩了,走… 別玩了,你別玩了,你別玩了 什麼?我沒玩?Michael拿一瓶酒來 不夠一打,曹哥 一來你聚到… 幫你唱… 你們快點過來幫我唱 不是呀,你這麼老 好呀 玩世間,是否刺山更高 好 或者,刺山未刪更高 你小心,你 先上車 你去哪裡?回家 你走回去?要玩半個小時 你看你的樣子 還沒走到半小時,你就躲在那裡 什麼? 什麼?你背? 我背你?做人就別這麼過分 半唱已經是我的底線 還要我背你?你真的不要做夢 威哥,你是不是很無用? 當然了,喝兩杯而已 叫人背回家,難道這樣叫有用嗎? 你都說我沒用 我知道了 Michael和Emma 他們可以幫公司談到那些大發言 而且那個Wing和阿傑 又在研究那個飛鳥二虎 Sitta呢 他們幫公司在前海這裡做的開花牛 但是我… 你們好像什麼都沒有做過 你們真的喝到什麼都忘記了 你是海棠鎮快帶女王 一個小女兒突然成一群大男人 把我們的細頓物流 弄成大灣區裡面最大的集運倉 這件事我經常跟董事說 他們每個人都說芳芳真厲害 你怎麼這麼笨? 人家那些人只是客套說話而已 你這麼多信 好,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覺得要進董事局 幫到你那個不是我 是你前妻 拜託你別這麼多心 我不是多心的 對,宋小姐她…又好又好 我怎麼跟她比呢 別人,30歲還沒夠 有個在開公司當老闆 我呀,我30歲了 我什麼都沒有 男朋友都沒有 行了 你回家睡覺 睡醒之後,我又介紹男生給你認識 不如選擇你滿意為之 外婆,對不起 對不起嗎? 我31歲 好,31,31歲 好啊,不然比女兒大了 三位,你們對這個策略聯盟的計劃 有什麼意見? 我們今天在這裡說的話 我跟杜明都不會說出來的 大家可以暢所欲言 Lillian,你怎麼看? 生意策略的東西 我當然不夠在座各位熟悉 但是單體數字 這個計劃絕對是整合資源的好方法 我贊成這個合作 卓先生、謝先生 你們有什麼看法? 四大公司搞聯盟 的確對大家都有緣 但我擔心的是另一件事 這個計劃會不會太差一階? 會不會讓外界認定我們四家公司 合謀壟斷市場? 早幾年,我們眾商會核下有幾間企業 比競爭事務委員會 控過合謀定價 雖然最後只是拔款 但是企業聲譽損失了無法估計 我們有必要沒有這個險嗎? 謝先生,你是國際總商會的會長 沒理由不知道做生意 就是一場風險遊戲 風險越大,收獲越大 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做的話 世代物流是有機會承擔內地法律風險 謝先生說得對 無謂踩這條紅線 看來徐先生不是這麼認同我們說的話 別誤會 我很尊重每一位的意見 不過個人認為 如果我們不實行這個計劃的話 五年了 五年之內 我們世代物流的市場佔有率 至少不見一步 叔叔和道明明明會在會上提出一個動議 沒估計錯的話 他們倆現在應該在見這些董事 在這裡遊說他們 動議?動議什麼? 今早有個董事聯絡了我 他們會動議世代物流 跟我們的競爭對手 余廣一勝身快 形成了這個策略聯盟 四家公司加起來 會佔了中國物流市場八成 那豈不是壟斷?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董事支持他們 無論如何 我們要為明天而做好準備 那要做什麼? 不用這麼緊張 我們只要在會上 有節有利感去告訴那些董事 如果這個動議一通過的話 他們絕對有可能觸犯法律 所以我想你用一天時間 去促讀香港和內地的反壟斷法 每一個章節、每一個條文 你要好好地記住 新馬區二十強隆重登場 專業評審各就各位 全新盲選賽制 參賽者踏上夢想通道 第三季正式開始 中年好聲音三支決戰新馬 今晚八點半比賽台 各位APM的觀眾 我是有份演出企業強人的龔佳欣 我是有份演出企業強人的吳子聰 那些精華片段是否很棒呢? 快點按下方的連結 去我們歡樂APM Like和Subscribe 去我們的歡樂APM Like和Subscribe 收睇更多TVB的內容吧 不及之前 過不堪子